如果把防空炮用来打地面目标的话,那么威力会有多大呢? 原标题,如果把防空炮用来打地面目标的话,那么威力会有多大呢? 如果要说战斗极客星是什么的话,想必很多人肯定会联想到现在大型其道的防空导弹一类的装备,不过,大家也别忘了还有防空炮这样一个装备,要知道一枚防空导弹动辄就要几千万,而且还只能用一次来说,防空炮绝对是很多国家钟爱的防空武器 防空炮在对付一些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直升机是具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的,不过,也正因为防空炮的大威力,肯定就有那么一些脑洞新奇的军迷会想的,如果把这种用来对付来自空中目标的防空炮用来对付地面目标的话,那么会不会发挥同样大的作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 在此之前,有人肯定也会这么想,防空炮作为大火力家族里面一款武器,对付空中目标都不是什么问题,如果用来打击地面目标的话,那威力绝对不会逊色的 从这个观念来看,确实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是,大家可别忘了,防空炮设计的初衷就用来打击空中目标的 这也决定了防空炮必须具备连续的高射速,因为需要其高射速,所以防空炮的口径一般设计的时候都不会设计太大 口径越大的火炮,往往炮火的射速就越慢 因此,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防空炮如果平射对付地面目标的话,恐怕威力还不如部队里面普遍装备的榴弹炮威力打 如果防空炮打击的是地面上最常见的坦克的话,恐怕连二战时期的坦克都未必能够击穿它的装甲 即便防空炮的射速极其的高,但是,如果不能够击穿坦克的装甲的话,那么,这个防空炮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作用了 所以,综上所述的话,如果把防空炮用来对付地面的目标的话,那威力真的不如普通的榴弹炮威力打 但是,如果把防空炮用来对付一些地面的步兵和轻型装甲车辆的话,那防空炮的作用可就大了 步兵在防空炮的打击下,基本上就只有躲在战袍里面不敢出来的份 对付一些军用车辆和运兵的装甲车,防空炮同样能够十分可怕 因为大多数的防空炮都是射速快的火炮 所以,防空炮作为一款火力凶悍的装备,从诞生至今,即便现在有了防空导弹了 可依旧无法撼动它在战争中的地位 就是因为防空炮的用途远比其他火炮要多得多的原因 战争中它有助无法取代的地位